我手上插著的是港檢法例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我是指控港管局严重失贊 我将会向行政新宿专员投诉你们 完全没有执行这个港报条例 我敢向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法例 首先第一 暴线 港报不是一个普通的生意 暴线是有垄断性地位 它在香港是占了暴线港报的95%的市场 加上幼线下去 它都占了暴线八十以上 它这个姻势是怎样得到的 第一 有五年它是独家无线港报 第二 它占据了最有利的法则这次的位置 占据了最有利的法则人群毫 在这个时期它形成了垄断 它再用这个垄断来压迫香港的消费者 压迫其他的电视团 而这些是法例写平是不准的 这是广播条例 我读给大家听 第十四章它是这么说的 如果处理于支配优势的持牌人 作出的目的是防止扭曲 或者限制其他人的竞争 第一 这个就是犯法 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 我怀疑无线犯法 第一 签了全黑海是波四 是没有粮出的 没有用什么人 去他那里做货币 就给他100-300元 他就给他 Michael Jackson翻山 他就给他一半 我认为防止扭曲到第二个电视台上 这样是不是反竞争行为 是 是 千万两个艺员 一年只有一个松队一做起的人 这样的目的就是防止他去其他电视台 这是否反竞争行为 是 现在第二个电视台一艺员 我亲身经历过这个肥妈 上去他做嘉宾 这是否反竞争行为 是 是 不准人家就算播放新闻也好 不准所有歌声说广东话 是不是要说普通话 这是否反竞争行为 是 是 这些艺权在外面拍了剧集 不准用原声卖给阿善 这是否反竞争行为 是 是 什么叫两个电视定格 条例规定 什么叫两个电视定格 如果 如果 这里写明 无先熟客 如果有隐害人 做这些事 就即是无先反竞争行为 无先 我问一下这些人 有没有出去跟人说 你要跟我拍剧集 我就给你个奖务 你叫结果金刚 哪个敢发誓 他没有说爱 这些就是犯法 十几年内 我都估计邪不徽人海底楼 完全没有通行判法系 我一定要有行事深度注意 行错给你们 我让林世锋公司和同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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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都说得见 就是令到香港 霸佛的化碍 令到香港的创意公业 全面崩溃 我要消费者委员会 因集体送论范 去过无线 賠錢給香港的消費者 無錢給香港的計員 大家以為是嗎?